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好赶着礼拜天 我要今天不把人家打下礼拜去了 不是 大嫂 你这东西都买了 那你放哪儿啊 对了 把这衣服帮我挂起来 别弄肉了啊 老婆子 你 这不不是 这这闹鬼吧 你这你你脸怎么变成这样了 喊什么鬼苦狼嚎的你这 这是 我看你也是 我这脸怎么这么疼呢 闹鬼 我看真闹鬼了 你这是过敏了 行了行了行了 这屋啊 要住你住吧 我是不住了 你说你 一个大男人遇到点事就耐不住了 去 买点脱米药我吃了就好了 不住 咱接着住 爸 干嘛去啊 买药去 不是 你们怎么了这是 妈 妈 妈 哎呦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让我看 发烧了你 没事 看啥呀你这 你这 还行啊 这该上医院走走走 不是 上什么医院 你爸给我买药去了 这药能管事吗 不行 上医院 你说 我明天能出院吗 不行 哎呀 再多打两天点滴 鞏固一下啊 妈 这新房呢 必须得厂着 多透透气才能住 不能着急的 哼 我心思 我多吸两口毒 你们不就少吸两口吗 咱还需要争这口气啊 妈 您岁数那么大了 别再跟身体照劲了 来 想吃点什么 我给你买去 你这一说我还真饿了 吃点什么呢 好好想想 饺子 这个不难啊 那就吃饺子 我就要去买 疼过来 妈 我二嫂给你买的 猪肉酸菜馅的饺子 还有三鲜馅的 还有粥和包子 你想吃哪样啊 饺子 妈也吃饺子 二哥 来的正好 来的正好 我二嫂买的饺子 你吃点吧 这太好了 真好 妈 您这坏人一心哪 天啊 还真真 您那整拿出来吗 是什么问题啊 过敏 咱全 咱全过敏 那不可能 我买的都是环保的 要我说啊 我爸说得对 您就是吃霸鱼吃的 不管怎么说啊 这金房子呀 不管用什么材料弄的 它也得晒一晒 通通风是吧 您说完以后啊 还是先喝搬回那老房子住啊 我跟那雪花说上了好了 那个新房子弄好了 您还是住在主屋 我们住厕房 她住在书房 那都不合适啊 那我还是回老房子住吧 我给你安一宽带 那你 你给 给妈留点 这全吃了 妈没吃 吃不吃不吃 你多喝不吃 这 这都让你吃了这是 这是看大了 你看吃饭了 妈回来了 来来来来 你们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呢 还没到开饭的时候呢 我们搬过来了 搬哪儿来了 搬这儿来了 搬这儿来了 搬 搬 谁让你们搬来的 起来起来 大白天在这儿躺着 妈 出院 妈 我去接你了 谁让你们搬过来的 妈 当时不是说好的吗 那个 成的一买新房 我们就搬过来住 什么时候说好的 我什么时候说的 这都是你们自己琢磨出来的 我从来就没同意过呀 你看你都搬走了 你还管这么多 我怎么不管呢 这是我家 我说了算 搬出去 赶紧搬出去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我小弟要结婚 没房子住要住家里 那你说我跟黄河不住这儿 能住哪儿去啊 住大街上去啊 你笑话 那就住大街上去 有你这样当妈的 黄河不是你儿子 那小胖又不是你孙子了 是是 有些事吧 我都不愿意说 你说我自从跟黄河在一起 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吗 我生下小胖 他就下岗了 产家我才休了半年 没事 你一会儿就好 这什么事啊 怎么这么一个话呢 针尖对卖忙 帮礼 你我家在一块 都不是他们对方 你那不愿意带孩子 怕生日子 喝杯水 理解半岁 做怕生日子的一个月 就跟我睡吧 我一直待到六岁 你洗过几天尿泊啊你 整天上班了 我才不愿意上班呢 多累啊 我一天一天就在那站着 在家多好啊 我想睡到几点起床 就睡到几点起床 那多舒服啊 我才不愿意上班呢 你说 哎呀你真好意思说 你出去看看你说 有几个媳妇像你这么懒的 又完没完了 要我说啊 都不是省油的灯 你敢大点声说吗 我觉得吧 我就是特别幸福 找了一个你这么有素质的媳妇 人家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要我说呀 你得看是什么戏 或者说你看是什么女人 像你这么高素质 有文化有底蕴的 少了 那些什么相伴佬啊 家庭妇女啊 都给我靠边站 吹呀 接着吹 我 你怎么不吹了 接着吹 我看你啊 就长了一张嘴 就会吹 反正吹牛不用花钱 只费点托木星子对吧 这话说的 你放心 我会做一个好老公的 我会发奋图强 好好努力 就是为了咱们能够到日独立 到日脱离白色恐怖 我看啊 没着希望了 希望就在眼前 如果 如果就在前方 行了 别沉得远的 就说这一家八口人 晚上怎么睡吧 那还能够我 还不如我当厅长吗 妈 您刚出院就别生气了 你们俩就一人少说一句吧 你来得正好 妈 你也不能这么偏心吧 他们好好住新房子 我们连旧房子都不能住啊 那是他们有本事 你要有本事啊 你也住新房子 我不拦 我还有一点就快织完了 你织啥这瓜呢 朴素点就得了呗 我这是给小高织的 你说我看这孩子啊 穿那个衣服那么薄 那现在我给他织个厚点的 过来那天哪 越来越冷了 刀子嘴豆腐心 谁你还都惦记着呢 谁是 小蕊 你在跟谁聊呢 你朋友 老友啊 不是 就是我一高中同学 好久没见了 然后在网上碰到了 我一辈子 我一辈子 晚上睡觉的时候盖好个件啊 天儿凉别感冒了 我那个 早点睡 我知道了 你懂了 你瞧你还盖上 你至于吗 不就是跟高中同学聊天吗 我在门口都听见了 少玩会儿 你早就没上班了 再见厅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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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发烧了 我没吃饱 我就发烧了 好像 烧不烧 不烧 不烧 我不是我都吃的东西 吃它你不能忙 鸡蛋你得吃啊 把黄蜜吃 黄蜜吃别捅 来这个 孩子在里边呢 谁 你看 大哥 你跟大嫂聊聊 你别这样 是吧 爸都憋着呢 别吃饭 算了我上班了 你不能不吃饭呢 不吃了 我还得去找沈欣呢 那我负面 我还来不及 不用了 万一你车坏的路上更麻烦 那 妈 我晚上还得陪沈欣 我就不回来了 那我也晚点回来啊 二伴儿子再见 再见 这都不吃了 你媳妇说 我说 我给你查一个个厕所 就没完 你去床吧 沈欣 沈欣 看到了吗 沈欣一早上班了 上班了 这么早啊 我送她去的车站 我看 今天跟美婶儿似的 音乐 生活刚开始都像个喜剧 最后都与悲剧收场 我给你请了几天假 你好好休息吧 我不能休息 会疯 又讨课 来了 今天请假了 一会儿你有空吗 什么事儿啊 今天是我生日 你快吃个饭呗 生日快乐了 想什么理由 你送我什么我都开心 你们有没有优惠啊 现在全场八折 八折 错 我不要买面霜了 这个 高大夫 沈大夫 这个还不错 修复面霜 来一遍 你喜欢这个已经买了 我买它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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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呀 好 要双份 好的 包上 都给我包上 来 包饭 你妈先坐着 我去剪菜 好 赶紧咖啡 不是欧阳请坐吗 我以为你还有事儿 别了呀 是你闹着拜拜托 现在你闹会要看 不够养子 那你多吃 多忙一下啊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儿 那我先走一步了 能不能慢吃啊 再见 高大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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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飞 你不跟她一块走啊 不是你非拉着我们出来的吗 难不成你那热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你太有意思了 不过 说实话 我倒蛮喜欢你这小个性的 比她好多了 别自作聪明了 我知道什么叫嫉妒 嫉妒 嫉妒她 陈大夫 听说你男朋友出事儿了 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 喜欢你的人又不在了 别美了 估计到时候下场你跟我差不多 何菲呢 你前妻有事儿先走了 沈大夫 你也甭客气 有事儿尽管走啊 我没事儿啊 来 来 来 给你 谢谢 绝对送陪到此 欧阳 你喜欢我吗 这有点无聊啊 我跟她如果都掉到水里了 你只能救一个 你救谁 我不会游泳啊 必须回答 那我救她 她也不会游泳 你不是会游吗 这算什么回答啊 我实实求是啊 第二个问题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 和她两个女人 你会娶谁 这世界上就像你们俩了 那我还是独身吗 必须回答 那还是她 满意了 不满意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我现在啊 就是真的想不到过去 回到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这人啊得往前看 王剑要是知道你这样啊 在天堂能过他是吗 以你的经验你告诉我 哪是钱 哪是号 是 这人呢 总得忘记过去 才能勇敢地走下去 可是我的过去呢 不仅仅是王剑 还包括你 我知道 越放不下呢 我就越心疼 可是我呢 我还就是放不下 我还就是贱 但现在我明白 必须得放下 还得学着放下 一定得放下 你能不能再放下 但你不想要 我会换你 我不会换你 但你不相信 你不想要把你弄之命 你就不想用 你不想用 你不想用 我能不能给你 你不想用 你要小孩 花花花 喝水你们就说话啊 那是一家 没了不行 叫不认来了 排了没了 没排了你 小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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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了吧 快回来了 一直忙到凌晨三点 我去睡一觉 你别吵我啊 那行 吃饭的时候我叫你 不用了 饿了我快自然醒了 行 来来来 干啥 那个 干啥干啥 不是啊 你干啥 各位 各位 我那个媳妇 睡得完是吧 今儿早上早班 让她睡睡觉 爸 你可惹人 你敢惹人 你老婆呀 大白天这什么票啊 认得着吗 这都出了咋叫去 我看我看我看 我看玩 玩了 就会触她 我看不知 你敢偷媳妇 如果她她不信 我会用这个 做什么 我听她不懂 怎么了 发什么呆啊 你要不吃 我这以后可没动力做了 道官 你能告诉我 你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这可说来话长了 图书馆做过 郭罗工做过 食堂做过 对 我还做过电焊工 那怎么想起写小说的呀 喜欢 从小就喜欢 那写小说能养活自己吗 要不你也试试 我没那本事 怎么想多了 叫你那朋友起房了 这个也是啊 他有家没有 见不太让你这儿跑 别笑 让他多睡会儿吧 待会儿等咱们吃完了 给他留点就行 他呢 有娘家 有婆家 但是在我这儿啊 他待的是最舒心 你这个朋友啊 性格太软弱 不像你过得自由自在啊 您从哪儿看出他软弱呀 那你说的嘛 说他想自个儿单独过啊 他婆婆非得跟着他 所以我说啊 有些事该坚持的时候 一定要坚持 不过给你纠正一词 那不叫软弱 那叫顾虑 软弱 顾虑 来得正好 我们刚准备开吃 还说叫你呢 我给你盛汤的啊 不好意思啊 老跟你这儿蹭饭 客气了不是 没事 远亲不如近邻嘛 再说了 平常想请都请不来 是不是啊 是真想 那个改名下班以后 直接来热了蹭睡 天天欢迎 他要不在 我管你饭 早上饭你自理 午饭晚饭宵夜 我全管 他二次我家 十一点起床 怎么了 在乐什么呢这是 我觉得你们俩啊 长得挺像一家子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跟他 我跟他像一家子 你看他那一连准 长得跟中国历史似的 你什么眼光啊你 有眼光 有点像有点像 你别误会啊 我说的那一家子吧 诗相妇女 你们相处得还不错呢 他人挺随和的 这年代开得起玩笑的人不多 尤其是男人 是啊 就是长得有点旧 他 他到底多大了 看情形 我应该跟共和国同岁吧 别瞎扯了 哪有那么老 喂 我在沈欣家呢 你别管我了 我晚上吃完饭再回去 我晚上吃完饭再回去 黄诚啊 是啊 非要一想想家里那份热闹 我心脏就受不了 之前不是挺盼望这份热闹的吗 是啊 可是 等我们搬了新房以后 我们家天天都是高棚满座 凡事呢 一频繁了 就让俺受不了 要是我婆家跟娘家 能综合一下就好了 别做梦了 要不你让这欧阳跟黄诚也综合一下 可能吗 你干嘛 沈欣 你要永远快乐啊 知道 别惹妈了 妈 哎 你就在熬什么呀 蜜蛤怪味 啊 什么怪味 这明明是香气扑鼻 来 你过来 这是我呀 特地给你求的一个偏方 你身子骨不是虚吗 给你好好补补 来 趁热把他喝了 你一口气喝了 然后再吃块糖 一点都不苦 这个 这是在哪开的药方啊 这里边都搁了些什么呀 这 对啊 是一个八十四岁的道士的偏方 你说这老头啊 他每天那外边排好几百人呢 就看二百个人呢 多一个都不看 你说你趁热把他喝了 我说来喝了来 妈 我我检查过了 我身体没事 你就不喝了 你不喝哪行呢 我这排了七八个小时 花了五百块钱呢 你昨天晚上就熬了一晚上 我来趁热把他喝了 来来来来 这么近 什么呀 这 不能给他乱喝啊 他胃不好 喝中毛病算谁的呀 这 我是你妈 我能害他吗 你说你们俩结婚有段日子了吧 这小高一直没怀上 你三舅妈都说了 说这土地要是贫瘠啊 那多好的种子 也发不出芽来 原来 您怎么知道是土地贫瘠呢 没准啊 是种子的问题 你这怎么说话呢 种子能有问题吗 是 种子不能有问题 喝了 听话 来 来把它喝了 喝了 喝了好 晚上啊还有一碗呢 暂时早晨一碗 中午一碗 晚上一碗 这些是三个疗程 你就差不多了 也没让你喝 也没让你喝 去 来 没事吧 能不能跟你妈说说呀 八十四道是给开的方子 这种歪门邪道的药能吃吗 那不都是我喝吗 就你胆大 喝完那个药以后啊 身体呗棒 吃麻麻香 反正啊 有什么事都是我的问题 你妈根本不会考虑你的因素 不是 我 我能搞什么事啊 真是 那你睡吧 别闹了 老头子 你说 这又这么早就睡觉了 橙子啊 这两天事多 供弟弟们忙 早点睡是应该的 他们什么忙啊 你说 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 这一个礼拜吧 也就七天 人家上班的人还有两天休息 你说这家整夜怎么折腾 哎呀 哎呦 吓死我了 干嘛呀 这半夜三更瞎折腾什么呢 不睡觉你 我这不是在努力吗 给咱家抱孙子呀 你看你 你每天晚上瞎折腾 折腾半天折腾出什么来了 行了妈 您赶紧睡去吧 这事您也帮不了门 我是你妈 少喝点吧冰凉的 饿介绍 啊渴啊 要渴啊 遊行 ining 吃 嗯 嗯 谢 男人哪 可不是牙膏 可耐不如天天挤 只要挤坏了可就麻烦 我是说呀 你看橙子那俩大黑眼圈 跟国宝似的 这都三十多岁的人了 得学会照顾自己 不能由这性子来 让人操心 合作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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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再见 终于接到一个大战了 给你乐的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 要先有感情的付出 对不对 才有回报 是不是 难过这么说的吗 忘了 你别忘了啊 你让我干了多少不挣钱的活啊 累得我腿肚子都赚金 你小子 那是应该的 我回去吧 晚上喝一杯啊 庆祝一下啊 你喝一杯 回家 有很多事情要做 回家 谁不回家呀 干嘛呀 那么着急 别闹 你干嘛呀 你有完没完 大晚上那看什么书啊你 你睡你的 别急 晚上看书啊 这眼睛不好 再说了你现在这学习有什么用啊 万一有我独当一面的时候呢 现在的耽误之急 是什么 是生个孩子 对不对 我的小贵贵 你能不能不闹啊 那样啊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别像个小孩 这种事不能太频繁了 你知道今天你妈跟我说什么吗 她说这事不必牙膏 不能天天挤 还笑 还笑 你看 门缝 一关灯啊 从那门缝里能看出来 你就让我好好看书 省得让老人家操心 那你这开着灯我也睡不好啊 我最近很累 你知道 第二天还得上工呢 那行 那你啊 说话算话 乖乖睡觉 不能想别的啊 还得早起呢 你别闹了 我有事问你 睡觉了 睡觉了 妈 肠子 我有事问你 明儿再说吧 快去吧 明儿再 我怎么骂了 这什么事不能明天说呀 陈子 妈问你 我这存折里啊 少了三千块钱 你知道不 妈 您看这就是您不对了 您存折里明明有钱 您为什么不借给我去还贷款 您知现在贷款有多难吗 这是我和你爸交命的钱 不能动 你就说 你取了没有 我要取我干嘛 就取您三千 我都取了完了呗 再说 还有说啊 当时您说高飞 不用自己名字做贷款 怕人有私心 您藏着这么多钱 您好意思说是吗 我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帮你养大 我供你上学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妈 您有这么多钱 您不如借给我啊 我去还贷款 您放在银行呢 也没什么利息 是吧 借给我呢 我第一不求人 第二我给您利息 比银行高 行了行了 你自己要买房啊 你自己拿钱 指着老人算什么本事 不是 我就 我就没能耐 我这房不是也买了吗 我就不借给你 不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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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留着 留着 留了一百年以后去 我早老睡觉去了 高飞等着我叫叫呢 睡觉 睡觉 就值得睡觉 还医生呢 强谷哪能用中锤桥啊 真是 说了也白说 你说他也没拿 那我这钱哪儿去了呢 你说 哎哟 连困了 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 你妈她什么意思 我听见了 别别别 干嘛去 干嘛去 老婆 老婆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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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错了 我错了 放手 我错了 你听见老太太 你跟她提交什么 我跟黄水睡 不 这离家出嫂里 省得她老说我 我错了 我错了 好 她当我什么呀 女流氓啊 就你这样的 流氓进里都跑了 这 你 你把贝勒拿走了 我干什么呀 二嫂 你这是 给你挤挤啊 怎么着 够忙着够吵架了 你什么时候见我 跟她吵架呀 我真就是弄不明白 怎么就非得嫁给我二哥呢 用你的话来说 那就是缘分 其实你二哥 人还挺不错的 你看他顾佳 人老实 也勤快 还节俭 优点还挺多的嘛 二嫂 你说的真是我二哥吗 我承认 我二哥啊 他人是不坏 那就是 老爱一条道走到黑 这什么事啊 只要他拿了主意 就坚决不改 你就说 跟你结婚这事吧 我妈当时是死活都不同意 你看他那事是怎么办的 常人能干出那种事来 岳主任 怎么样 我没什么问题吧 看那个化验结果啊 你的身体状况啊 怀孕的问题不大 不过呀 你贫血的症状啊 比较明显 你啊 需要加强一些营养 对了 你安人诸科检查没有 建议他诸科检查排除一下 笑话 开玩笑呢你 我上医院我查什么呀我 我身体这么好 我上医院干什么去呀 真是 行行行 你别说了 俩小时 两分钟我都没有 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吧 我这忙的脚丫子 快上天了 行了行 我不跟你说了 反正忙着 好 老大媳妇 嗯 你说你中午能吃到这么多吗 能 每天卖家具可累了 腿都占细了 带这么多饭 才吃个半饱 爸 昨天我进过公园的时候 我看见两个老先生在 练太极 我觉得真挺不错的 周空你过去看看呗 来 你你你你别跟我家 我不吃他做的菜 德行 嗯 这是我做的 您尝尝 看看有没有进步 好 嗯 不错 有素质就是有素质 做什么一点就通 不像有些人 做什么都搁辣椒 就像辣椒不要前日 快吃饭吧 快吃饭吧 你快吃饭吧